我們先看到在這樣的倍率底下 這是一個厚皮膚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表面上面的Epidermis 這個區域當中的角質層非常的厚 再來在這個倍率底下 你也可以看到說 這裡有一條感覺好像比較深色的部分 這個地方應該是顆粒層開始的地方 那我們就把它放大來看 在這樣的倍率底下 我現在指針順庫的地方 以上是屬於Epidermis 以下就是屬於Dermis Dermis一直到 你可以看到這裡開始有脂肪細胞出現了 所以這個地方大概以下就是屬於 還有Dermis的部分 很多脂肪細胞 那再來我們就先看一下 Epidermis當中 剛剛有跟大家提到說要分成五層 因為要是厚皮膚 所以要分出五層 好那從最表面的部分呢 從現在這個區域 就是指針尖端的區域 然後一直往下延伸 大約到指針尖端 現在這個地方 以上 是屬於Stratum cornea 然後接下來 在這個地方看起來 摺光綠看起來有點不一樣 感覺好像比較深色一點 這是我現在指針尖端順庫的地方 這個地方呢 其實就是透明層 Stratum lucid 透明層 就只有尖端的地方 尖端順庫的地方 Stratum lucid 好那接下來 你會發現開始比較髒 感覺很像很黑 很黑的這個地方 開始呢 就是屬於Stratum granulosa 那我們把它放大來看 好可以看到呢 從現在這個地方開始 大概三層左右的細胞 一直到這個地方 三層左右 它裡面呢 其實細胞裡面都有非常多的顆粒 好 所以這幾層呢 就是屬於Stratum granulosa 那接下來呢 從現在指針尖端往下延伸 往下延伸到布包含 布包含最底下的這一層 好 所以在最底下這一層往上 一直到這個地方 就是屬於脊狀層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在這一層當中 細胞跟細胞之間的界線 變得非常的清楚 那細胞呢 也呈現就是多角形 好 那最底下的這一層呢 就是屬於肌底層的部分 最底下的這一層細胞 好 所以呢 在後皮膚來講 Epidermis你要分數以上 講的這五層 好 我們再回到第一杯的照片 好 接著往下延伸呢 就是屬於Dermis 它在Dermis呢 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Dermis分成兩個區域嘛 一個區域呢 叫做Populary layer 有些是我現在指針順過的區域 一整個指針順過的區域 叫做Populary layer 裡面呢 都是LOOT 比較屬於LOOT 是Connected Tissue 然後呢 在現在指針尖端順過以下 指針尖端順過以下 就是屬於Reticular layer 那裡面呢 collegium fiber變得比較粗 比較清楚 而且呢 在這個區域當中呢 是屬於Dense Connected Tissue 就是致密的結液組織 好 那另外呢 我們剛剛有提到說呢 在Dermis當中 往上延伸的區域 這種淺色的區域 往上延伸的這個淺色的區域呢 我們把它叫做Dermopapilla 那在Dermopapilla當中 剛剛有提到說 有一個很重要的壽器 可能會考的壽器 叫做Messonus Coso 那我們回到低背一下 然後低背底下呢 我們就Messonus Coso呢 就在這個片子當中呢 在最右側 這裡 低背下呢 它長掉 我們放大來看 在這個Dermopapilla裡頭呢 在這裡 有一個這樣子 長橢圓形的結構 看起來淡粉紅色 然後表面呢 有些很腫的細胞在上方 這個結構呢 就是Messonus Coso 就是輕觸覺的壽器 那其實呢 大部分的Dermopapilla裡面 都會是這個 鮮掛 所以這個也都是鮮掛 很少 就是大概找一找 可能一個片子 會有 或兩個片子裡面 才能找到一個 Messonus Coso 好 那我們再回到低背一下 那因為這是一個厚皮膚 在厚皮膚呢 我們比較不容易看到 就是Hair Follicle 但是我們會看到另外一個結構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管子 這樣子 延伸上來 這個是汗腺的排管部分 好 我們往下一點 像這個地方呢 有意義 好多 好 在這樣的倍率底下的時候 其實呢 你可以看到這裡 大概已經到Hair Follicle 因為旁邊有很多的脂肪細胞出現 然後大概這裡呢 你就會發現有一些這樣的結構 還有這種染色比較深色的部分 那我們剛剛其實有說一個透赤部的原則 就是染色比較深染的地方呢 其實就是管道 汗腺的排管的部分 比較淡染的地方呢 其實應該可能會是他的分泌部 那我們放他來看一下 先看這一句好了 好 那我們把這個區域放大的時候呢 像現在的這個地方 這幾個只會是汗腺的分泌部 但汗腺的分泌部這裡 我剛好就是橫切的重切的都有 那我們剛剛提的 汗腺的分泌部的上皮呢 是微負層柱狀上皮 那我就會請大家分泌一下 下面有一個叫做 my epithelial cell的 那我們放大一來看 好 我們先看這一張在重切的情況下 我們先看到這裡有一條粉紅色的線 這個粉紅色的線呢 是basement membrane的地方 粉紅色的線以內貼在底部的 然後長條狀細胞殼被重切的情況 是這個 還有這個 這些呢 就是屬於my epithelial cell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 剛剛有提到說 有一種情況下 假設今天它是在basement membrane之外的 例如我們先看到這裡好了 basement membrane之外呢 也有長長的細胞殼貼在這裡 這些細胞殼呢 就會是fibroblast的細胞殼 那在basement membrane之內 然後又貼在底部 那在這個地方呢 它是my epithelial cell的 橫切 細胞殼被橫切 所以這個時候你看到 它就是一個圓的 那在細胞殼被重切的時候 就是這個長橢圓 長橢圓形 好 所以這是汗腺的分泌部 那我們看一下 剛好看到它旁邊有套排管 好 那汗腺的排管 剛好是橫切 然後是它種子 我切到它外面的地方 那這幾個呢 都是切到橫切的地方 中間圈圈的地方呢 是排管管腔 那它這個排管呢 它其實是兩層的 立方的上皮 所以叫做 stratified corona epithelial 可以看到這個兩層 那這邊可以看得出來 是兩層 那我們剛剛提到的是 其實呢 一眼看過去的時候 像這種比較深染的部分 還有像這個地方 就會是它的排管 另外呢 假設今天它的上皮 排率看起來非常亂的 染色稍微比較淡然一點 看起來淡然一些的 這個呢 就會是它的分泌部 汗腺的分泌部 所以你聽好 像這個染色比較淡一些 這個也比較淡一些 排列很亂 因為它是微複層柱狀上面 所以這幾個呢 就是汗腺的分泌部 這兩個呢 就是汗腺的排管 好 所以這是汗腺的部分 所以在後皮膚呢 大概我們可以觀察到上面這些結構 那我們剛才有提到說 在後皮膚我們的片子裡頭 在hypodermis的地方呢 會請大家認一個 另外一個受器 欸它有耶 我有 好 在hypodermis的地方呢 有另外一個受器 呈現同心圓排列的 這個受器呢 叫做 Persinian Copsol 就是 你的用力的壓絕的一個受器 神經受器 好 所以呢 我們有兩個受器要請搭認 一個呢 是在hypodermis當中 Persinian Copsol 一個呢 是往上延伸在這個地方 在Dermis裡面 Dermopapilla當中 的Messinus Copsol 這兩個受器呢 是請大家要認得 好 所以這是後片子 我們可以看到的 後皮膚可以看到的結構 那我們來看一下薄皮膚 好 那薄皮膚呢 你一看呢 其實大概可以看得出來 跟剛剛的片子比較起來 角質層變得超少 好 角質層變得很少很少 那這個呢 其實一看 你就要知道 這叫做薄皮膚 是屬於薄皮膚 那我現在指針尖端 指針尖端這個地方 其實也就是深色跟桃紅色的交界 其實深色區就是屬於 Abidermis 桃紅色的部分呢 就是 Dermis 接下來現在指針這樣順過的區域 下面開始都有脂肪 脂肪細胞 所以下方呢 就是屬於 Hepodermis 那在這裡呢 你會發現說 在Dermis 或者是說 靠近Dermis 對不起 Abidermis的交界 你會看到很多這樣子的結構 這些結構呢 大多這個 就是Hair Folicle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看一下 那我們先還是回到皮膚 因為它是薄皮膚 所以在Epidermis的地方 我們要分出四層 好 我們現在先看到 我們把Epidermis的地方放大的時候呢 從最外面這個地方 看起來很像垃圾的這個 好 漂亮的彩帶 這個呢 就是Stratum Cornium 腳趾層的部分 那接下來因為它是薄皮膚 所以我們並不會出現透明層 接著出現的呢 就會是在細胞盒裡面感覺比較髒 而且看起來只有一層 像這個地方大概只有一層 像這個地方大概只有一層 所以我們並不會出現透明層 這個呢就是屬於顆粒層 顆粒層再往下呢就是極狀層 最底部這層叫肌底層 好 只是呢 在這張片子當中呢 在極狀層裡頭 你會發現有很多就是這個邊邊 看起來有流空的 這些細胞大多呢 就是我們剛剛提的Landhand cell 好那我們再回到第一背 我們就來看一下Hair Follicle 跟他的朋友 嗯...挑一個這個好了 好...這個 在這張當中呢 我現在指針順目的地方 這是Hair Follicle 這個地方 那我們剛剛有聽到說 假設我們今天是比較靠近淺層一點的地方 就是Dermis跟Epidermis的附近呢 你會看到他其他兩個好朋友 第一個呢 是現在這個區域當中的P指線這一群 再來呢 是那個會有一致性走向的 也就是